字幕制作人數不足 嘿YouTube 大家好我是小日 二代的活動劇情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現在卡池劇情也免費開放了 再加上從開始做劇情整理以後 我就一直很想做追憶的影片 最近期應該都會是追憶系列跟一些一代的劇情影片 出完之後再來想接下來要做哪些影片 大家影片看到一半覺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花個幾秒鐘的時間按個喜歡 然後再按個訂閱 把小鈴鐺開一下 我的缺點約率 我的粉專會傳歐夢的服下 18文 IG可以看到我的日常 Twitter會分享一些玩遊戲的小事 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講這次的劇情 追憶 各自的十字路口 追憶系列影片要特別要求大家 你可以對角色的選擇跟想法持反對意見 但請不要留言批評角色 這樣會讓其他製作人感到不愉快 也對偶像們不尊重 惡意攻擊角色的留言一律刪除 那關於影片內容的提醒 影片中出現的一些調侃偶像的話 都只是效果而已 沒有任何黑角色的意思 我也是全人推的好嗎 愛他就要破壞他 也會出現浮上CP言論 如果你有雷的CP 或者只是以女情迴避喔 繁禮記上 為了給後輩留下精彩的回憶 作為前輩的幾人 使用了晉仁、晃雅、零 三人過去的組合Deadmas這個名字 來當作給後輩的家鄉 晉仁一臉嚴肅的站在一旁不說話 他說自己只是在想事情 雖然我不知道你為什麼一臉事太嚴重的樣子 但是你的擔心肯定是多餘的 神奇是個只要肯做就能辦到的孩子 經常不夜其煩的跟我重複這句話的不就是你嗎 鬼龍君真是可靠 無倍也可以理解為什麼連刺君 那麼想把乳留在自己身邊了 晉仁說他說要訓的通知說找到一直不見人影的薩馬了 我們馬上趕到現場去吧鬼龍 這裡交給你可以嗎? 碩見前輩 晉仁慌慌張張的衝進學生會辦公室 零雖然在白天沒什麼乾淨 但還是要晉仁帶他去出事的地方 是你低頭求我 說光是掛個名也好 讓我加入學生會了吧 我可不打算積極參與學生會的工作喔 我之所以留在這個職位上也是因為我對你的善意 林跟晉仁一起出了學生會辦公室 因為會讓晉仁慌成這樣的大事如果發生在校內 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他就推測事情是發生在校外 這時晃雅注意到了兩人 林立刻就想開溜了 他告訴晉仁 最近男孩子一直對我糾纏不休 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管我去到哪裡 他都會在那裡彈奏吉他 林今天就是被晃雅一路追著才逃到學生會的 不然他平常根本不會到學生會 總之為了甩開晃雅 林抱著晉仁從窗戶跳下了一樓 全盛時期的朔劍林會飛 兩人後來一路跑出學校也已經晃昏了 晉仁隨口抱怨了林奇特的體質 林也說起他的家族都是這種體質 自己也曾經想找國外的醫生幫忙治療 林跟林月有過我會陪在你身邊的約定 明明知道林月很重視約定 不惜違背約定也要出國的林 就是為了找到救治族人和自己最愛的弟弟的方法 不過現在我是怎樣都無所謂吧 怎麼可能無所謂我們不是朋友嘛 然後晉仁就得到一個摩頭傻 兩人在要進去Live House之前 晉仁注意到了蹲在不遠處的紅狼 不過晉仁不想管他就直接離開了 而紅狼也有注意到他們 兩人離開後薩瑪也經過了這裡 看到紅狼蹲在路邊以為他不舒服 紅狼說自己在等妹妹放學 薩瑪便詢問他有沒有看見一個戴著眼睛看上去一本正經的人 得知晉仁進了Live House後 薩瑪到了蟹就離開了 紅狼後來跟妹妹通電話 確認了妹妹晚上會在同學家吃飯 欸空哥哥很在意那個同學是不是男的 這個時候薩也過來搭笑 不是搭話 薩邀請他一起去Live House 紅狼想說反正也不用接妹妹就跟著去了 而在林跟晉仁進到Live House後 他們看到前秋在舞台上演出 晉仁小心翼翼的靠近前秋 問他音質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真的被綁架了 但劍秋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 計畫被打亂的晉仁打算早早收手撤退 這個時候兩人的小迷弟薩瑪跟晃雅都追了過來 薩後來也跟紅狼進來了 薩一開始很嫌棄這邊都是男生 但他馬上就聞到一股好聞的味道 一定是一位秀髮無黑眉清目秀的和風美人 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沒錯 總之在發現對方是個男人後 薩就失望的走了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薩瑪對薩的印象就很不好 薩怎麼這麼做死 而在舞台上千秋告訴靖人 因為流星隊成員沒有搬載的話 大家都沒什麼乾淨 所以他們就跑來Life House吃吃喝喝 千秋過來這裡找他們的時候 發現英智被他們綁了起來 流星隊成員提出千秋上台唱歌 讓他們開心起來就放了英智 雖然被成員們調侃嘲笑很難過 但千秋願意拯救英智 千秋也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 把英智給放走了 靖人跟英智計畫整頓聚集了不良少年的Life House 所以靖人花錢要那些人綁架英智 藉此吸引零過來這裡 利用零來壓制這邊的勢力 而那些不良少年也會因為活動場所被擾亂而討厭零 到時候零就只能依賴學生會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將朔劍前輩奉為旗幟 對夢之孝進行改革 但靖人聽到千秋說英智的寶標送他去醫院了 靖人就很後悔自己怎麼會相信英智說身體已經好了 這時零突然看向台下的晃雅 他要晃雅幫自己上台演出 自己則走下舞台朝薰走去 他透過台下觀眾的眼神觀察到薰是這裡的頭頭 但薰只表示自己是這一代一個很有勢力的家族的兒子 家裡的人為了訓練他才把這裡交給他管理 所以薰的父親也不太管他晚上會跑出去玩這件事 別管我的事了你應該回舞台上了吧 下來的夢之孝學人全靠像你這樣的 極少數的幾個天才之城 你們一個個的都再多努力一點啊 如果只要努力就能成為碩尖零的話 我們肯定也會拼命努力的 但是很遺憾這個世界並非那麼公平 虛擬不要這麼一針見血啦 看到好心痛 你們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見也都會得到回報的 幾天後 因為當時Lab House的人都很喜歡零的演出 那些不良少年還認為零是站在他們那邊的 靖人還在為計畫被打亂而苦惱著 薩瑪就衝進來說希望靖人可以看看他的刀 因為效規說帶這些圍巾品會被沒收 所以希望靖人幫他保管到 薩瑪還給靖人看了他們神奇家族的帶到許可證 之前角色介紹的影片有人說不理解薩瑪家怎麼會得到政府認可 就是有經過正常的申請程序的 這樣有沒有懂呢?有罷有齁 反正靖人就答應了幫他保管到 靖人在要出校門的時候遇到紅狼 而且還是在靖人想著希望有一個可靠又值得信賴的搭檔的時候 紅狼就出現了 他還說靖人的名字像女神 他說因為千九很擔心影子所以想去探望他 紅狼為了讓朋友放心 所以就來問靖人音樂的地址 靖人就說自己傳地圖給他看 接著就獲得了未來隊友的聯絡方式 白班折騰之後靖人終於回到家了 聽到自家寺院外面有超納神 出去就看到了來找林的晃雅 因為晃雅從林給他介紹的樂隊裡的成員那打聽到 林今天會來找靖人 靖人為了阻止晃雅繼續彈吉他很吵 發現晃雅會聽比自己優秀的人的話 所以靖人就開始彈搖滾三位線 果然讓晃雅看呆了 後來林也帶著阿多尼斯來跟靖人會合 他跟兩人解釋他去阿拉伯一帶找一位恩石 那個恩石就拜託他照顧阿多尼斯 但因為林又要出國 所以希望他們帶為照顧 林走前林告訴靖人 小鬼 你似乎想利用我搞什麼大事情 可是今天告訴我 普通人不管怎麼掙扎都無法改變歷史的洪流 你們多餘的干涉也只會給生態平衡帶來嚴重的破壞 到時會讓河面上飄起無數符石 如果你們沒有這樣的覺悟 接受不了這樣的結局 那就不應該做些多餘的事 並和他約定如果靖人可以利用林達成目的 靖人不管要靖做什麼他都願意 而且林說願意幫靖人是因為靖人對自己有恩 是恩人的原因僅僅是因為靖人願意當他的朋友 對林來說有個知性好友也很奢侈的 林走後靖人也告訴晃雅 自己小時候遇到林時 因為他太優秀了 導致靖人感到恐懼 覺得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 所以他也告誡晃雅 普通人類並沒有如此堅強 能夠跟神迷待在同一個地方 還可以保持平常性 將近一個星期後 林回到日本 他問靖人想要改革到底是誰的夢想 該不會只是為了某個正式的人而幫助對方而已吧 這個世界可沒有那麼善良 能夠讓你在被負責這麼沉重的負擔的情況下 還能達到目的 林最後只留給了靖人幾句話 這麼遼闊的天空中 只有一隻鳥在飛翔 這不是很寂寞嗎 所以我拜託你們也到這邊來吧 如果你不想放開我的話 那麼就拼命的絞盡腦汁努力吧 我對你還是抱有一點期待的喔 小鬼 隔天林跟晃雅在前往Live House的路上 晃雅拿出了林之前沒帶走的吉他 晃雅一直幫他保管著 林以自己很久沒彈吉他了 而且把晃雅捲進了奇怪的事情裡 就當作是陪你把吉他送給了晃雅 這個吉他支持成了晃雅最珍貴的寶物 進了Live House後 就看到靖人穿著表演服 服裝是靖人委託紅狼做的 紅狼就此開啟對付製作大師之路 林跟晃雅也要去換衣服 結果林把晃雅拉進更衣室 說什麼我們來換衣服吧 就開始扒晃雅的衣服 好刺激 紅狼表示真是熱鬧 在Live House外 阿多尼斯也想來看他們的演出 但找不到路 這時候熱心豬人的薩瑪又出現了 因為看到阿多尼斯跟自己同校 所以就上籤關係 阿多尼斯看到薩瑪的武士到非常興奮 馬上表示想跟他合照跟要簽名 薩瑪聽到也很開心 你們好可愛啊 薩瑪問說要簽在哪 阿多尼斯說簽在襯衫上 就要把衣服脫了 薩瑪馬馬上慌張的說 去買簽名紙 兩人也來到了Live House 遇到了在門口檢查觀眾門票的薩瑪 薩瑪差點就要對薩動手 還是應該說動刀 但被阿多尼斯阻止了 後來錢丘也來了 他還以為薩是來打工的 拜託人家是這裡的頭頭 而在舞台上 這次辦的Death Mass Live的規則是 大家可以自由組隊 由觀眾投票選出贏家 輸了隊伍要聽贏的隊伍的命令 如果他們這隊贏了 就可以順利整治這裡的不良少年 而打敗零 讓林聽自己的命令也是很誘人的條件 但林自己也說 你以為我會任由局勢就這樣發展下去嗎 當然為了防止林做出奇怪的舉動 技能也委託紅王一起演出 這樣就可以以物理的方式阻止林 但林卻表示光阻止他一個人是不夠的 因為演出規則並沒有規定 組隊的人一定要一起比到最後 所以林向台下的人宣布自己不跟近人合作了 還有台下的觀眾想跟他一起組隊的人舉手 當然是很多人想跟他一起演出 而且表演者也可以投票 敬人他們是贏不了了 林還可以藉此要那些不良少年們都不要聽學生會的話 敬人的整治計畫無法達成 竟然也無法實現於林的約定 無法讓林之後協助自己 敬人有些崩潰 大家都毫無幹勁 認真努力的人又得不到正當評價 如果你成為領頭人要改變悲慘的現狀 發行改革不是不可能的吧 幫幫我把求求你的碩堅前輩 林認為自己就算幫助了敬人 而夢之效也真的改變了 但等林畢業了 這些好的狀況又能維持多久呢 我不是神啊 我可不想為了大家背負整個地球活下去 我也有我的夢想我的人生 既然我生來與眾不同 那我就要去抓住別人都抓不住的東西 為了自己而活 難道也算傲慢嗎 大家都這樣為什麼我就不行啊 就因為我不是人而是魔物嗎 連你也這樣評價了我嗎 林不想繼續說下去 打算開始進行演出了 複雜的事還是留到回家以後再慢慢考慮吧 跟紅狼去找薩麻的靖人 在舞台上等待大家的林 都同時在回憶過去的事 紅狼以為自己對靖人來說是林的替代品 靖人表示自己不能說從來沒這樣想過 我還是很慶幸能夠跟你成為搭檔 謝謝你陪我一直走到最後 呃...祝兩位勇於愛和 在舞台這邊林終於等來了趕到現場的隊友 看來現在去死還太早啊 就讓舞台再繼續快樂的生存一段時間吧 感覺追憶系列 乃至整個ES的故事都是在探討 那些在各方面有著天賦一柄才能的人 是不是就該犧牲自己成全那些天生自治 比較沒那麼好的普通人 還有那些一般人就活該被天才們掩蓋的光芒嗎 我只能說沒有人是應該被犧牲的 也沒有人有權利去掌控他人的人生 林不斷跟靖人強調 你連我都敢利用 那你就要保證把事情做到最好 如果想要控制別人的命運 相對的就要賭上自己的命運 因為詛咒一旦被破解 就會反噬回石咒者身上 因至此等人 也是拿別人的人生來寫劇本 但他們都是聰明人 怎麼可能沒料到自己的下場 他們在做這些事的同時 又何嘗不是拿自己當作籌碼 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 只是這些理由未必每個人都能理解 影片的最後想問大家的問題是 如果跟我像要簽名 希望他們在簽名板上寫什麼話 我以製作人的角度的話 會希望他們寫一直以來辛苦了之類的 會超感動的 但如果你想把影片分享給其他製作人 或者是拿來推坑別人 卻發現自己沒有朋友的話 除了可以留言跟大家互動 也可以點資訊欄的DC群組連結 來跟我以及其他製作人聊天喔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期待想請大家的見面 小玉的影片永遠歡迎你們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普通人無論怎麼掙扎 都無法改變歷史的洪無流 喂 怎麼了